哈囉 我們是與日芬亞SISFamily 耶 這是我們在泰國買的一些 小玩具還有小玩偶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 我們先介紹這隻可愛的大象 他是我們去曼谷買那個 很有名的曼谷包的時候 他一直叫做拿拉雅 那時候他看到一個可愛大象 吃飽看到就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可愛的大象喔 好 這隻大象拿出來囉 他做的很精緻耶 鼻子 耳朵 還有後面的小尾巴 前面還有一個蝴蝶結 好玩嗎 好 這是我們第二個玩具喔 在路上的時候好像看到的時候 一直很想買 最後我們當然也是照他的心願買給他囉 一個變形機器人 哇 這個變形機器人很酷耶 他其實是可以拆開然後再把它裝回去的喔 他這邊有步驟 然後啊 他這裡面有一個說明書 更酷的是如果你今天有買兩隻的話 他還可以組在一起變成更大隻的機器人喔 好 我們機器人拿出來囉 他這個很靈活耶 他關節做的其實是很好操動的喔 然後背面看起來就是這樣 一個小骨架 小孩子啊 他如果拆的時候 他可能就一下就拿下來 但是他也很方便的裝上去 然後就正常了 哇 你看這個Hello Kitty盒子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這個是我們在逛泰國麥當勞的時候啊 他這裡有一個可以不用加購兒童餐 就可以買的Hello Kitty玩那個 玩偶喔 這個玩偶拿出來囉 我們買的是鳳梨還有水蜜桃 打開了嗎 好 我們看這個鳳梨的Hello Kitty 好可愛喔 這是布丁狗吧 哇 它還是後面有一個釣環喔 可以釣在包包上面喔 這水蜜桃就是做一個小水蜜桃的樣子 然後把Hello Kitty印在上面喔 下面還有兩片小葉子呢 哥哥介紹的是玩具蛋 這個我們在泰國路邊攤看到的 覺得還蠻可愛的喔 然後它這是一個蛋 蛋造型的 然後這個是Dolly Egg 然後這個是Dinosaur Egg 它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我們就 航航跟知寶特別喜歡這兩個 所以我們就買回來囉 我們得到一個金髮芭比 小娃娃很可愛耶 它四肢是可以動的喔 手腳可以上下 然後腳也可以喔 鞋子還能脫下來呢 哇 對 鞋子還可以脫下來喔 所以很適合小朋友在家裡 玩飯加加酒的時候 就可以請這個小芭比來家裡做客囉 好啦 我們的恐龍蛋 拿出來居然有 假樹 還有一隻小恐龍 靈臣 得… 哇 !! 蛤!這是甚麼 這恐龍吧 這恐龍欸 這恐龍它做得還蠻精緻的喔 因為這些 蠻堅固的 所以不怕小朋友摔喔 哇 這恐龍的牙齒啊 手腳這樣做得還蠻逼真的 真的 喜歡恐龍的小朋友的話 一定可以 玩得很開心吧 這個玩具蛋啊 它其實不只玩偶而已喔 它其實打開來 裡面還有 哇 這個是 一個小的 巧克力醬喔 它還有附一個小湯匙 可以打開來吃喔 好 韓韓的 所以這個 玩具蛋裡面 有吃又有的玩喔 可以嗎 好 好我們與你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其實我們出國的時候啊 不只大人可以在外面購物 小朋友在路邊 也可以買很多小玩具 給他們一起 當作紀念品帶回來喔 那我們與你分享就到這邊囉 一二三 掰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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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